大家好,我是阿黎 欢迎来到我家小院 今天是2021年3月12日 这是我2月27日播种的一批窝菊 这个星期是接连的英语天气 由于我家里又没有合适的补光设备 所以你看得出来这批窝菊长得非常的惨淡 第一片真叶图长得一塌糊涂 那我现在就准备把它直接移栽到地里去 长成什么样就看它们的造化吧 顺便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小暖棚的效果 现在室外的气温是8摄氏度 暖棚里是11摄氏度 这个小暖棚我从今天上午开始 一直是把它的盖打开 只在这个第一档可以透气的这个位置 它里面的温度比外面高三度 在有太阳的情况下 正中午这个暖棚里的温度能够达到25摄氏度以上 比外面的温度能高了10摄氏度左右 不过它的质量真是一言难尽 昨天我们这里刮了一整天的腰风 它的这个边上已经是被吹散架了 之后我需要再给它重新加固一下 还有这里 这两个盖板都是被风给吹飞了 这里已经是有一点被吹蛇了 废话不多说了 我现在把蜗菊拿到要种的地方去 这个空心砖里去年我种了两株直立性的天竹葵 很显然这个零下十几度的冬天 它们没能扛过去 那我就正好把这个空心砖腾出来 种上蜗菊 你看这个大小差不多正好 这批蜗菊我打算秘植 这一盘蜗菊现在已经全部被移栽到这个空心砖里面了 土长的蜗菊移栽起来还是挺麻烦的 因为它们的根系长得还不丰富 抓不住土 所以几秒的时候一抓土就散了 那至于这种土长的蜗菊移栽之后还能不能再长得好呢 我也挺好奇这个答案的 如果你也和我一样好奇这个答案的话 不妨关注我的频道 和我一起来关注它的后续生长吧 希望接下来赶紧出太阳